好,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潮汐 先看到的是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呢是下午两点钟 注意海的位置,排在这里 那个山,海带在这边,这是下午两点钟 这是一个学妹,她们为了要做一个 要写那个东西,所以就去拍照 好,拍照 这是下午两点 然后五点钟海带在这里 所以表示海水上升了 表示海水上升了 海水上升了 OK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潮汐 潮汐就是所谓的海水的深深降降 海水水位的涨落,高高低低的现象叫做潮汐 白天的叫做潮,晚上的叫做汐 有人把它当作是波浪的一种 因为这等于像是海面的起伏一样 而会有潮汐的原因是受到了月球跟太阳的引力的影响 而其中月球的影响比较大 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写两格 谁跟谁影响地球潮汐 就写月球跟太阳 如果只有一格 谁影响地球 你就写月球 因为月球影响比较大 因为月球离地球比较近 因为有较近的关系 所以月球影响比较大 现在这些名词你要会 因为考卷上都是写名词 下河什么时候是涨潮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涨潮还是满潮 是落潮 你要懂它的意思 才会知道 看得懂题 才会选 海水的水位降到最低叫做干潮 海水水位升到最高叫做满潮 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叫做涨潮 从高点到低点叫做落潮 落潮是比较文言文的 比较正确的说法 对照掌落掌落 可是现在的旧课本比较典雅 就写落潮 现在的课本都写的比较白话 就写退潮 然后满潮跟跟潮的距离叫做潮叉 潮叉 陆地上会被潮水淹过的部分叫做潮尖淡 好 所以呢 这就是名词 你要懂得每个名词的意思 懂得每个名词的意思 这些名词当然会再出现一次 好 为什么会有潮汐的现象 为什么受月球影响的影响会有潮汐呢 那外有引力 外有引力 如果是天文学的正式的教法 它叫做引潮力 可是当你讲它叫引潮力的时候 它的重点是 它对两个不同点的引力差 就是吸引这一点跟那一点 引力的大小有个差别 跟距离不一样跟引力差 然后有一个引力差 在搞个风刺出来 会跟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 这种伟大的学问 我们国中生完全不理它 所以对我国中生而言 就叫做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的关系 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跟前面讲过了 学过了 万有引力跟质量成七成正比 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所以 最右边的海水 离越海越球最近 所以引力最大 地球想像在中间 所以引力 距离比较远 引力比较小 左边的海水 距离最远 所以引力最小 所以我们就这样假设 右边的海水 往前走五步 吸引力 往前走五步 然后呢 中间地球 往前走三步 然后 左边的海水 往前走一步 这样是不是 左右两边都 都像他两步 左右的人都像他两步 所以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左右都会空起来 就会高起来 所以呢 你看这个人在自转的时候 就碰到海水 水位有的时候会变高 有的时候会变低 所以海水 水位的深深降降 就叫做潮汐 这样跟你解释 为什么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影响 会有潮汐的现象 而且为什么左右两边都会空起来 左右两边都会高起来 这样跟你解释 好 所以 A跟C是海水 水位升到最高 我们叫什么名字 满草 满草 B跟猪向到最高 是什么名字 达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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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从A到B 从最高到最低 叫做什么 从高到B叫做什么 落草 落草 那B到C D到A叫做 长草 C到猪就是高到 又叫做 又叫做 落草 出到A 第一大概就叫做长潮 因此从刚才的动画的解释说明之后 你就知道 每天有几次满潮 几次干潮 几次满潮 两次满潮 两次干潮 请问你有几次长潮 几次落潮 也是两次 两次长潮 两次落潮 这个单会都会再说一次 然后你要背 OK 这就是 要知道的事情 两次满潮 两次 那单会会出现 单会会抄 好 再来我们要讲的一个是所谓大潮跟小潮 这什么月像 这什么月像 太阳 地球 月亮 什么月像 旺 旺 旺 卡中间就是硕 旺旁边叫做旺 太阳把海水往左拉 月亮把海水往右拉 所以就拉得特别高 海水会升的特高降的特低 这个叫做大潮 所以农历树旺的时候叫做大潮 大大潮 好 那如果这样子 这叫什么月像 塑 塑 一起拉 对不对 一起拉 一起拉也会拉得特别高 这样的月 这叫做所谓的 大潮 也叫做大潮 这什么月像 塑 塑 所以塑也是大潮 所以塑旺是大潮 塑旺是大潮 那如果像这样呢 这个太阳要我往右走 海水要我往上走 越南要我往上走 这两个人互相拉扯 所以呢 海水就没有升那么高 没有降那么低 这叫做小潮 这什么月项 上弦 所以上弦是小潮 同理呢 下弦也是小潮 下弦也是小潮 OK 好 所以刚刚跟你讲第一件事情 请要记得名词 要了解每个名词的意思 叫你来看懂题目 海水升到最高叫做满潮 降到最低叫做干潮 从低点升到高点叫做长潮 从高点降到低点叫做落潮 现在就大部分的书都只写得比较 简单白话也叫做退潮 然后呢 陆地上会被潮水淹过部分 对不对 满潮 刚刚的距离叫做 潮叉 陆地上会被潮水淹过部分 叫做潮天带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把每个名词的所代表的意思弄清楚 知道他在讲什么 代表什么意义 第一件事情 把每个名词的意思弄明白弄清楚 OK 然后接下来这里就是贝 我刚才的动画都帮你说明过为什么 我刚才讲过了懂为什么很好 不懂就给我死贝 每天有两次满潮 两次干潮 两次长潮 两次落潮 每天有两次满潮 两次干潮 两次长潮 两次落潮 背 还有 硕旺叫大潮 上弦 下弦叫做小潮 这里我说要背 但是你不可以只会背 因为我考卷上 你看到硕旺 看到上弦下弦 越像 对不对 越像 你看到答案是越像 你就要想起一件事情 月亮到地球 风转 回到 我考卷上会这样出 我画一张图 然后就说 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我说月球 风转到甲的时候 是大潮 那你就要看得出来 他到甲是不是缩 或者是不是旺 听懂吗 所以要背 要背 但是不可以 只会背 要能够会看 音乐球绕地球 风转回到 知道 月亮在什么地方是缩 什么地方是旺 什么地方是上前 什么地方是下前 这样子才可以 要背 但是不能只会背 要背看 月球绕地球 风转回到 坐旺是大潮 上弦下弦是小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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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